第2014集 为何要说 当时 我点头说好 因为我们彼此都有把握 百年之内 我们必然可以走到殿层 届时两人联手之下 纵然云上人 也绝对不是对手 鱼子鹿鹿更不在眼中 横扫天阙 成为至高主宰 断然不在话下 但事事如其 天意难测啊 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就突然间天阙大乱 天下江湖第一高手之位 开始敬逐 学家不惜倾家荡产 全力推动此事 学家满门上下 连同所有势力 合共一百七十万人 全力促成此事 小妹仙儿 更是向整个江湖天下宣布 谁能夺得第一高手之位 就嫁给那个人 这个消息将我和子豪完全阵蒙了 子豪星夜从雪山返回找到我 问我该怎么办 但事情已经到了那等地步 还能怎么办 我和子豪只要不出面 与云上人竞争 其他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那个时候 我和子豪又怎么可能出面呢 因为那关系到小妹的终身幸福啊 当时参战的人 依稀记得 有缘无限 有子无疾 还有 最终云上人力错群雄 获得天下第一的名头 而我和子豪却只能在一边 做一个单纯的看客 小妹成亲的那天晚上 我没有到场 而是拖着子豪去喝酒 从那天晚上开始 我们两个一直喝了七天七夜 等我们酒醒了 却发现 七天之内 世事竟不复往昔 我父亲无缘无故突然身死 云上人因此大发离停 雪家高手 尽出之鱼 更是出动 本身实力部署七万鱼 在整个天阙 开始索仇 完全就是一副疯狂之下 当时我闻讯之下 悲愤欲绝 就要立即迁去报仇 但子豪拼命地拦住我 说到 此事 其中只怕另有蹊跷 我现在与云上人不宜见面 更加不能让云上人知道 我有关雪家关联的那层身份 我一想也对 于是便开始暗中探查 我们两个都意识到 为何小妹与云上人这边 才刚刚成亲 那边 父亲就被杀了 父亲身为天下第一财阀之主 身边后卫无数 若是当真那么容易被刺杀 岂不早就死了千百万次 何至于等到今天 父亲不能冤死 小妹不能无依无靠 而且就当时的状况看起来 云上人的态度激进疯狂 头缠白布 身穿小服 就那么一路杀了过去 打开杀戒 整个终极天 几乎被他扫荡了一遍 当真是顺者生 逆者死 那些平日里与雪家有仇的 有闲习的 甚至只要是心怀极度的 统统被云上人连根拔起 如是十年光景 整个终极天死在云上人 与他的手下手中的 超过数千万只数 当真是尸堆成山 血流成河呀 最终 云上人宣告天下 确认了凶手身份 那是冬极天第一财阀宁家所为 云上人出动大军 前往讨伐 而那时候的各方面证据 也确实都已经表明 的确就是宁家所做 当年宁家三少曾经追求我妹妹 却不为小妹所喜 还被我爹爹斥责过 因爱生恨 由恨转仇 终于起了火心 不但曾经组织过 对血家的狙击 对我父亲示意刺杀 还曾经策划过 对我妹妹的绑架 辛仇旧恨同时爆发 我和子豪同时 发动自己所属的势力 暗中出手协助 云上人正面主攻 我们两人暗中帮手 同时还有我一直 隐藏在江湖的七弟 帅部下出手 不过三天光景 冬季天第一财阀 宁家被连根拔起 所属势力尽数摧毁 宁家满门 鸡犬不留 那一夜 当真只杀得整个冬季天 漫天血红 人人战利 楚阳叹了口气 心道 不管那宁家 到底无辜还是不无辜 但这整个天下间 又有谁能够同时 抵御血泪汗 紫豪和云上人的 连美进攻呢 哪怕是再大的势力 也顶不住他 这三个人 分别是后来的 东皇天之主 后来的紫霄天之主 还有一个 更是超脱于所有人之上的 唯我胜君 这样的豪华阵容 不管对上什么样的势力 都只有绝对强势欺负人的份啊 宁家被彻底摧毁 我们皆以为大仇 终于得报 王者可得欣慰 唉 当时 云上人以雪家 继承人夫婿的身份 顺理成章地 接管了雪家 而我只是在 与七弟商议之后 得出一致的结论 我们两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江湖 不可能再回家族 索性就将家族送给小妹 做她的嫁妆 再说 就算不送给小妹 那时云上人已经大权独揽 我们也不想跟她相争 就算争 也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突然让小妹伤心而已 于是 我们两人暗中去见了小妹一面 最初打算 是想要现身出来跟她说说话 告诉她 她在这世上还有亲人 还有依靠 但在暗中窥探之时 我们两人意外地发现 小妹变了 整个人都变了 她不再是我们以前的小妹 现在的她 就只得是云上人的妻子这一重身份 她心心念念的 就只有她丈夫云上人 一同九重天阙的绝世霸业 如此而已 那一晚我们就在窗外 倾听着小妹的策划布置 那一刻 我们心寒如冰 那 那还是我们 往昔的那个天真青春的小妹吗 当她说到 眼下时机正家 正可利用父亲深顾的这个绝大机会 统一终极天 逐步往外扩张势力 这句话的时候 我和七弟镜子掉头离去 此生此世 再也没有回去雪家一次 楚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骂道 真是混账东西 自己的父亲生死 居然还想着要利用这个机会 帮助丈夫成就霸业 这样的女儿 简直就是狼心狗肺 当真是有不如无 雪雷涵黯然常叹 在那之后 云上人统一终极天 随即自封为我圣君 并在整个天下 开始推选各天天地 想要将九重天缺统一管理 让世间重归竞平 我和子豪虽然并没想过 要配合他的计划 但此事始终有关 天下百姓的福祉 我们也绝对不想 屈居于其他人之下 所以 子豪与我告辞 带着他的一干兄弟们 回去紫霄天 而我却是再也不想 回去中极天了 于是就在东极天落脚 着手绝逐天地之位 那时候 云上人派来掌控 东极天的那个人 乃是他手下第一高手 被我在擂台当场斩杀 此后又经历了 连续两年的熬战 终于成为东极天第一高手 尽畏东极天地 因为东极天曾经有宁家存在 我不喜欢东极天这个称呼 所以便自号东皇 将东极天更名为东皇天 最后三十年时间 将东皇天内所有反对势力 尽数扫荡一空 成为铁板一块 又过了两年时间 紫霄天那边也是风平浪静 紫豪自号为紫霄天地 坐镇一方 就在那一年 紫豪前来东皇天 找我喝酒解闷 我两人之间 本来就没有秘密 我便向他诉说起 当年小妹之事 紫豪文言大怒 当即便责问我 为何不出手教训 我竟无言以对 呆立当场 那天之后 紫豪率领七个兄弟 赶赴终极天 怒闯圣军宫 将当时已经是 圣后的小妹大骂了一顿 随即愤然离去 云上人闻讯大怒 亲自出手截杀紫豪 当时我尾随在后 及时赶到 见云上人出手无情 自然献身而出 与紫豪联手 重创了那云上人 我现在才知道 当初云上人之所以会出手 只怕未必是为了小妹 而是她的弟弟全家满门 都是丧命在紫豪手中的 再之后 就到了围剿万圣真魔的那件事 云上人召集我们联手 而我们每一个都知道 万圣真魔的危害 若不及早铲除 迟早会临到自家头上 纵然各大天地之间 有不少人互相看不顺眼 互有心结 却还是破例联手了一次 那一战 当真是打了个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至今想起来 云上人获取万圣秘迹的嫌疑 果然是最大 雪泪寒皱眉沉思 若是现在万圣真灵的事件 再一次出现 那么 那个幕后掌控的人 定然是云上人无疑 楚阳输了口气 就此定论了 从东皇的口中说出来 这件事基本就是板上钉钉 再也不存在任何可控怀疑之处了 然后 就是紫霄天的事情 说到这 雪泪寒沉默了下来 第2014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